你聽抗告嗎 柯文哲委恩律師陸正義 9號上午趕赴北索律建 離開後律師團丟出震撼彈 聲明柯文哲不抗告 外界諸多揣測 可能律師在一早 禮拜一一早 去律建柯文哲的時候 就跟他說 昨天昨天有兩萬人支持你 我就是來個政治能量的大集結 我就由巴西的立委去帶領 去做這個後續的這個抗爭的動作 要把它上升成一個司法破壞的一個 一個事件 8號晚間民眾黨號召近兩萬名小草 到立院外深遠阿伯 隔天一早律師團就丟出不抗告聲明 內容更提到柯文哲在庭前 以表態不讓法院為難 如果被羈押不抗告 請檢察官在羈押期兩個院內 窮盡一切調查義務 似乎隔空向檢察官再度宣戰 那如果兩個院之內檢察官沒有任何有效的進展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對檢察官產生發揮 看完這來講 他才有辦法去逆轉他失去的那個社會攻擊力 出檢方有能掌握柯文哲呢 那關鍵的USB等證物 那如果柯文哲抗告呢 那勢必要對這關鍵證物內容有所說明 那這樣等於讓檢察官呢 有時間在柯文哲的羈押期間去找證據 根據奇摩網路民調截至10號上午10點 針對柯文哲羈押看法 有近30%的網友投給完全不相信 對於民眾黨全國開獎則有超過半數 認為無助挽回民眾黨形象 柯文哲自知抗告成功率低 改打悲情牌 這步棋穩不穩就等兩個月後見真章 三天新聞正常雙語台北倡報道